因為我都同意了商界做生意更好 為什麼商界推出的活動不是比政府更好 更加可以推動人 更加可以推動經濟 所以方向 推動公共政策是否要供人自己去搬磚 他就有最大責任去推動公共政策 不是呀 方向 今天討論一下今天的問題 因為方向 商界政府更加能為他推動利應有重要的角色 所以方向答不到 因為誰做這件事不代表他有更大的責任 今天起公共政策最大的一定是政府的責任 而不是那幫起公屋的工人 歡迎大家 今天二人二三至二十年度 香港電路超級聯賽第一集聯賽事 今天的電台是 革邦 政府也推動香港夜經濟方面有更重要的角色 月邦 商界也推動香港夜經濟方面有更重要的角色 今天對賽雙方分別為 革邦 中華團統會 安柱中堂 謝謝 還有月邦 暢和 Will Do 我覺得我今天主席來自革咖的現今兒起通堂 我想是在我隔禮是第四年 從外又會得起聽錯的 我都是這樣的 現在就讓我介紹一下相當的部分 首先是格哥 主任是黃子蓮同學 一副是祝福堅同學 二副是曾祖文同學 一副是施兆船同學 現在就輪到爵方 爵方的主任是蔡文俊同學 一副是高海同學 一副是優越心同學 一副是譚陰同學 我們都很高興可以請到三位 和我們今場賽事合分 他們分別是 加密拍語中學 辯論隊教練 鄭大海小姐 香港中文藝學 辯論隊前編員 蔡勝龍老師 和風彩中學 理論學會的負責老師 林均浩老師 本場比賽分 主辯、公辯、一副、二副 自由辯論和二變 公告個環節 發、發言時間分別是4、3、3、4 公辯則會回方2分鐘 自由辯則會回方3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 結束前30秒 有 釘1在特時 到中則有 釘2在特時 超時15秒則會 釘幾下 比賽 詳細賽 可以已經 發佈了給各參賽的學校 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會 將來不會暫停比賽 還有現在被三位裁判即場 再出場 拒罰 請問在座的外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請隔方主任 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 請來介紹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 大家好 推動野野經濟作為 復甦本地經濟 其中最重要的人權之一 由正希夜市 去到晚間城市 都是堅持野經濟的其中方向 要比較政府和商界的角色 何者更為重要 標準是瞭解野經濟的分別 對政府和商界的意義何在 事實上 推動野經濟的概念 吸入政府提出 屬於政府司令難題的約一部分 因此 不少社會評論對野經濟的表現 都視作是政府司令的企著張成的表 相反 野經濟的營商而言 只是一個傷的機會 並非必然和必需參與 因此 看野經濟是否成功 就在於是否指導香港市民 增加夜間消費活動 而要衡量變態 就要比較政府和商界 何者更為重要 我方從三方面 認為政府在推動野經濟之中 有更重要的角色 第一 政府主動 商界被動 商界的行為 往往受死和越變所影響 但萬別不理其中的 就是商業效益最大的 簡單來說 就是哪裏可以賺多點錢 就去哪裏做 甚至香港的營商前景 不明朗 但可以在其他領域 或者城市 令起露燭 因此 整個野間經濟活動 商界是其中 只在一個服務 和提供貨物的角色 商界是否願意參與野經濟 根本原因在於 市場的氣氛好不好 市民的消費力 高不高 從角色而言 商界處於被動 但政府作為 操動野經濟的領頭藥 如何令本地商家相信前景領朗 願意留在香港的營業制 由如何發放利用消息 甚至是津貼優惠 刺激消費力 政府的選擇 積極還是官網的態度 痛痛到是政府的取態去影響商界 當商界受到政府的取態影響 由何來商界的政府更加重要呢 第二 以從懷疑權而言 政府的決定不給商家更加之關鍵 而經濟在香港 正在一番熱潮 便必須有更大力 和生命的消費力 可惜要做到破交立新 往往涉及社會整體和條文的限制 例如夜間推市 是否被明火主食 當中涉及消防安全 食物安全 以一場地條例限制等等 例如海防性使音 關乎人流限制 聲音滋擾等等的問題 以此方為例 一直以來 香港停發流動小康牌照 以避免安全風險 因此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 台灣夜市的驅使 但在上個月 尖沙咀星光夜市的熟食檔 就大排場了 由此可見 在關鍵性 影響整個活動程序的決定上 政府的權力而更加之重要 第三 從自然而言 政府被生家的影響力更大 對香港風避除所有的權下問題 掌受野公正的場地 人手 宣傳 金錢投放 政府帶開這出康民主的場地 調動不同部門人手配合 甚至派發消費票等方式去大力氣氛 有方同學 不能夠可認的是 上街甚至是消費者的積極性 往往受到政府的政策有關 當上街傾盡全力 都開手做部門訓的時候 政府傾盡全力 就足以離合任何的血行 當前前如此不疲憾 政府能力越大 為何不是責任越大 角色更加之重要呢 最後想問一下科同學 以金制作為經濟復蘇的其中一環 你認為政府還是商界哪一個更加之有復蘇經濟的責任呢 多謝各位 不是都說主要面前 有市面前 有市面前 各位大家好 政府以前大力強行的責任 而商界仍在官網的局勢 並完全加入 按照理科的邏輯 政府更重要 這裏經濟應該已經很成功了 為何仍是成效明顯不大呢 明顯就是因為還缺乏著重要的角色 即是商界的加入 再說各位 我本次提醒 無論商界還是政府都有重要角色 論者缺一不可 所以凡請有方無作和我們討論 無了政府的極端局面 因為無論商界同仁推動不了野經濟 因此要衡量今日便是 只要審視政府的商界更有責任 和更有能力推動香港野經濟 我方認為商界是推動香港野經濟方面 有更重要角色 原因有二 第一 市場自由運作 商界責任所在 自一的九五年起 香港在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 年終26年位居前列 被奉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 而前財政司則黑城 著視指出 當政府減少干預 被市場自由發揮作用 經濟的效益通常就會最大 因此 香港社會一向分官明確 在政治民生方面 政府最重要 但是在推動經濟方面 一直由市場主導 可見商界才是最重要角色 政府只會在有必要時間 情況下先干預 包括提出消費措施 和付款改善基建 而野經濟兩者都不是 因此 依據前財政司司長曾進華分析 野經濟對本地生產總值更貢獻極少 無可能扭轉香港經濟 經濟科技師羅家昭也自出 野經濟無法大力提升整體經濟 無法用意紓困 同時 野經濟也不是政府負責的基建項目 可見 野經濟並非輸貧措施 亦都並非基建 實質屬於自由市場經濟的一環 責任上 你已經交給商界的自己作出貢獻角色 第二 捕捉市場需要 發揮商界優勢 野經濟屬於新推出計劃 市場上色慢變 依求靈活變風 即時迎合變化 股東面向市民更考驗時 對市場是否足夠敏銳 在這兩點上 雖駕輕就數 明顯比衰 明顯比政府更具優勢 政府責任按張工作 由計劃到審婚 再到執行 往往程序繁複 需時甚久 難以飾驗市場的變化速度 同時 政府並非專責於此 自然對市場氣氛敏感度較低 因此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 及持續介護學院港師 陳維強都歸平 政府的野兵活動 孤獨發成都沿用舊活動 不符合市民創新需求 炒難化 難以捕起經濟 反觀商界經驗豐富 沒太多條條框框 更有更高市場敏感度和共策力 會否更明白市民需求 所以 商界部門能夠快速推動新活動 和新優惠 CAMMAN 市民參與野經濟 何貴蘭 偉方支付 聖志文都說 政府不是商人 不懂做生意 如果不放手被商人 最終只會失敗 最後想問有方 究竟政府做生意好些 還是商界做生意好些 CAMMAN 更多消費者呢 多謝各位 謝謝 決功發言時 商界部門能夠無消費 無需懲憂 接著我們在公義環 公義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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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超水對方陰為協議 如推調 彈出問題 更打算對方 組論 緩いました 再者 負負方 不得負責問題 亦不得打算公義環間的發言 如有環規 公義環間的方案即時提出 評判令合即可扣分 同時一分如公演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 另外公演屬於單對單盤字 請兩位同學一起出頭前 相當有問題嗎 請請注意前者公演的分數前 請特別留意前者順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是依達前序 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反方分數 好 現在請 隔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作公演 對 非常好 好 所以自由派出一位便宜作公演 接受不須 那現在隔方公演開始 就有2分鐘時間 準備好想是不是吃事 你可能覺得推動的事情是要做生意 是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 最後問我誰做生意比較好 只是因為商界在推動夜經濟方面有更大的優勢 明白了 做生意好不好 不代表要推動夜經濟好不好 所以再問英方同學 英方同學在自由市場中 香港是否對經濟上沒有責任 不是 但是商界有更大的量 所以責任過去廣播變成能力 所以在責任上 香港政府對香港經濟有更大的責任 第二 去到能力 所以英方同學 你的能力就是商界的優勢有敏感度 是否只有這個 他還有更多的市場經驗 好 所以他講到沒有 做生意哪做得好一點 我方知政府是不懂得做生意的 所以有自由市場 但自由市場不代表政府不是推動的經濟 所以有方同學在能力上 我方所講 由不讓小販到可以有小販去學區 你覺得這個是否權力去允許商界做生意的好處 就算他允許之後 商界不去響應做這些活動 好 所以有方同學可以跟我說 不可以考慮到極端例子 但有方同學說 現在跟我說 商界不參與 你可能說這個是否極端例子 我是說 商界如果不參與的話 他也不可能推動到很多東西 沒錯 所以我們不可以考慮到極端例子 如果商界不參與 我都可以說政府不參與 所以這個已經不成了 再你可能和我一次 由沒有小販到有小販 你覺得這個是否最重要 可以令到商界可以舉行夜分分的重要關鍵性策略呢 不是的 因為就算他推行了這個小販之後 就算他這些人不響應 他也是沒有可能 我很相信他有一個響應問題 但很簡單 最後一句 如果沒有小販到學區 他們可不可以做一個時間的 不曾經 接著到絕方公園 南方選擇 下雪的位置 你不自由選擇 解放一位便 接受不信 接受不信 接電 好 現在熱課公園開始 由兩針一釋打 緊急好請去小販 可以 請問有什麼 覺得幾年級更重要 更重要 但這件事 但這時候可能也指出幾年級 經濟武術 再用地方後場性 鑑識究竟重要性 在哪裏 最後 有沒有認為所有條文限制法律 是否都是政府負責 首先 也就是絕對要去推動香港 等等 有沒有指揮回答問題 條文限制是否政府負責 是 請問 是否所有法律有關的事情 都是政府有最大責任 當然 政府是越來越 等等 所以有可能 今天覺得所有法律都是政府負責 其實有什麼是不關條文 不關法律事 所以今天地方標準不合理 還有 今天講資源方面 政府資金是否無窮無盡 政府當然是有盡 但已經進財所能提供市場 有可能 已經同意了 它是會有盡的一天 請問政府有沒有可能長遠不斷 在同一個國度上 所以現在其實商界是要推動經濟 商界要自己賺錢 等等 請問政府有沒有可能長遠不斷 在同一個國度上 不是 不是 但它有債務 是的 因為我已經承認了它 沒有可能長遠不斷投放 所以今天最後出來做區謊 做宣傳的都是商界 你幫後長需要問 政府怎樣才能持續不斷投放 而不需要商界支持 最後說今天在債務方面 在經濟發展上有什麼 政府不是繼續要白色 政府需要管理香港的經濟 好 所以香港的立場 在所有經濟方面都是由政府負責 除了政府之後 是不是其他人全部都不用做 因為政府是最大的 政府是給人 所以是否除了政府之後 其他人不需要做呢 有方後才需要論令和我方格 為何民營經濟有包括商界有市民但負責的單單自由政府 商界是只有一個 最多時間就做法 現在是沖著環境 好 甲缸一半 又三個公司 再一次分析 再一次分析 今天我會主見問有方同學 夜經濟是復甦經濟的緊張法 總導理 但是政府就是商界有這個責任去負責呢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甚至方向責任這個類型的 就有分析明白 政府才是治理香港社會的掌台 所以香港經濟是它的責任 凡官商界其實是不需要為香港的經濟負責的 它只需要為個人利益 商界的利益為大 所以經濟差 其實市民是會去罵政府 或是會罵商家 因為他們都知道商家其實都是市民 商家是對香港的經濟無責任的 它也不會願意負責 它背負這麼大社會責任 所以問題就來了 獨政府 責任依然更大 那為什麼商界會有這麼重要的作息呢 夜經濟之所以被提出 在政府硬結香港經濟困局 負負蘇經濟而提出推動的經濟 今天這麼說實在 當本地的商戶短時間更短 對更新城市 譬如深圳珠海有大力吸收留旅客 再加上資訊網絡流通另外又更方便 結果就是香港不再 香港人不再像以前那樣留下香港消費 而即使留下香港消費 一家的比例都遠高於夜間 香港市民不再留在香港 而商家 有方認為夜經濟的重要角色 同樣都可以說走就走 拋下香港選擇不想創業 事實上 香港人生活不上市消費的時候 越來越多的商家 因為租金、人工、運輸成本更加低 人流更多、發展的潛力更大 而選擇不想開鋪 網絡專門都說過 夜經濟對本地商家而言 只是一個選擇 參與和不參與 最主要都是看政府 有沒有做好大量社會氣氛的工作 所以 政府就是夜經濟的關鍵 因為夜經濟就是扶一扶上街 例如 在政府合設的三個海軍夜市 六天內總共有十萬人次到場 有檔主說 政府推動夜邊制 增加了市民消費的意義 生意都增加了兩到三成 與腳推動 檔主說 單日營業額達至六位數字 生意火爆 而且 宋羅集團都有表現 旗下商場的生意額 暗年增長大概兩成 而自從一系列的 夜邊制活動之後 近來不是生意都有所上升 所以 政府才是關鍵的人 所以 最後 想問有關同學 將界的生意額上升 到底是靠政府 還是靠自己呢 多謝各位 好 發電視家圍 兩顆 兩顆 五顆 五顆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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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顆 兩顆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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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評判監睇外 各位 大家好 回答番入方的問題 推動經濟是靠市民去挑戰 而不是靠商界或政府前中的弱形最重要 有關同學今天認為 最重要角色是要看誰 對夜邊制更加有責任 正式經濟更加有責任 但政府有責任去考慮民生經濟 是否等於政府在所有經濟事件 都擔任最重要角色呢 要客觀討論 就要思考究竟事情是否需要政府加入 但是哪一方有能力 更加有能力 將夜邊制推動得更好 有班同學今天說 若果政府不提出夜經濟 不開始推動夜經濟 甚至放寬營運事集的規定 商界根本連自夜市都沒得做 但是哪一題 不是說沒有了誰不行 政府沒有執受需要牽頭和處理法律問題 同樣是如果沒有商務響應和參與夜市 政府一樣推動不了夜經濟 所以討論沒有了誰不行 根本沒有討論價值量 兩邊都可有各有各不講 才有班同學回歸 今天誰擁有的能力和責任更加多 好 再來 有班同學說 政府有社會責任 領域整體社會經濟上升 所以說服務更加重要 有班同學 我班主任已經說了 政府不是每件事都要負責 只有環身大致 乃至基建發展才需要下手 夜經濟對經濟的效用已經成宜 例如有過百億商戶資產的幾位集團總裁湯文論指出 夜經濟很難根源上解決香港市都難職問題 對旅客和市民通用力有限 可見夜經濟對經濟波助有限 政府本身無責任參與過多 再下香港夜經濟是要覆蓋全港的 只有可以靠鬆的力量 由於旅遊服務貼會主席和鐵龍德指出 推動夜經濟要令整個香港更夜更亂 而不是一攤爛地 做夜不夜市 也好銅鑼灣網局依然是一片死刺 反問有關夜經濟波助有限 為何政府不依靠自由市場在全國發為虛行 反問同學又說 政府更加有資源去推動夜經濟 行動手來 你家超自己都希望夜經濟是長期政策 政府短期推動草私之外 都需要雙鑑配合 先有關以後出來額外清楚 政府是否要額外做草私去主動夜經濟 而不是交給雙鑑配合 當財政私資像沉漏過沈日多多 香港今年的預計要面對過千元赤字 請問政府是否應該不繼承管理資源 為何不是應該活用雙鑑的力量去推動 最後各位 我分一再指出政府問題 事事要本身 根本局前總裁論至高 曾經評論 職業不幫助政策 認為政府應該職業參與教育 醫療經驗這些難以靠商界提供全部恐怖的範疇 而諾貝爾經濟學得著者 巴黎雷教授指出 商界在利益推動下 可以讓政府做得更好 從而促進經濟開支兩者分工明確 既然夜經濟不是解決香港困難的核心 更加契約商界最市場的吸引股客 為何我們控制給生意人 大致更重要的角色呢 多謝各位 3分30分30秒 沒有消息 需要休息 接著是鴿鴿鴿鴿鴿 3分30秒 需要休息 多謝 多謝 4分30秒 然後 真正程判強改 大家好 今天有空立場可看看 第一時間他會跟我說 我明白法治水有社會責任 但當不代表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有責任呢 然後他又說我明白 我明白社會政府有責任 但不代表他是重要的 究竟你覺得責任和重要是否聯繫呢 那誰是聯繫呢 因為你自己的行為主則都說是責任 但你覺得責任和重要角色是聯繫的時候 你承認了政府有責任 但又不承認他是重要角色 我真的不明白究竟有個黃色是甚麼 所以其實責任這件事很明瞭 為甚麼說香港經濟有政府需要負責 大家都明白 但夜經濟就不需要負責呢 其實有個真正答案就是覺得 香港夜經濟不重要 事實上可能一個野市 不可以推動香港整體的人民生產統制 但他卻是根拒香港復甦經濟期間 還的時候還還相扣 有個同學可以跟我說 政府的施政報道掛明要行夜經濟 再去搭配其他人去幫他創業 去吸引旅客 去增長旅遊業 這個男朋友出來的時候 有方同學你可以說他不重要 政府不需要去干預嗎 所以有方同學就是說 自由市場需要干預 但自由市場不干預的時候 政府都仍然有責任 責任這方面有方說過他 所以去到第二點 就是講到主限關係的問題 有方同學說商家 現在他自己懂得怎樣做 有漫漫當然去跑路 但事實是 今天的疫情經濟的概念 是誰出來的 政府 在疫情過後 是誰看到大家都不開門 然後想觸重欠個影響 就是要大家開門 都是政府 所以有方同學 在開頭的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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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家做了些什麼呢 根本 就是政府他看出了 我們一起搞的 去投入資金 去鼓勵商家 去加油我們的時候 商家才選擇加油 他並沒有一開始就推動的經濟 去提出的經濟 究竟商家在推動的經濟上面 貢獻了多少呢 今天有方同學說 商家是加入的那個 他一直維持著生意的那個 他紮錢的那個水就重要了 但今天很奇怪的是 今天主天同學說 我們不討論極端例子 但又不斷要我方去承認 沒有了商界 是否政府可以自己搞成 沒有了商界的話 那政府是否可以自己 就能搞定的經濟呢 都說不討論極端例子 有方同學說 不斷逼我去進入 事實是 有方都明白 今天商界和政府必須要互相配合 去支持對方 才可以繼續向經濟這條路 向前下 才可以令整個經濟服務的難充 平起狼 今天野經濟並不是偶然 而是今天政府已經去預設的事情 今天人方 一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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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如果找不到沒有消息 所以這個時間可以炸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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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現在都在做不同的措施 只不過政府是令市民去留意這件事 但政府一開始沒有生活反應 政府都不可以推動的經濟 所以離方今天的標準完全不合理 再看了 今天又跟我說條例發動 但其實這就只有政府才能做到 這個又是個極端了 按照離方邏輯 如果是在批地上 如果離方有你在這裏 但商界不願意做 那是否真的不快地沒有這樣舊舊什麼 所以現在討論的是 不是其中一方做不到的情況下 而是要去比較 究竟相當做到哪個做得更加好 還有資源上 其實商界同樣都有資源家 而且更加上的是什麼 商界有更多好的民間 可以更加好地接合市民的需要 例如在張高澳新都城中心 晚上8點後會有消費賺取商賠的值分 設置一個零點商場 每晚7點後 商場消費帽子可以由一個租業點去 或者優惠 正正因為商界推出的活動 更加可以好地推動經濟 例如有和我所說的資源多 他沒有錯過可以派錢 但是市民也可以選擇用這些資源 去做一些日常開支 根本就無助刺激經濟 但商界做的是需要有一定的消費金錢 才反應優惠 所以更加好地推動市民的消費 最後我們在社會角色上看 野豐和我所說 責任能力越大 責不越大 惡方從來都沒有反對政府有責任 但是商界有更大的責任 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 有很多責任 而很多政府做到遺制的醫療 這些惡方不可能是一個最大的責任 但夜經濟是政府和世界同時都能夠做得到 商界學家賺錢 他有值得的利益 而政府有這麼多職務的時候 商界唯一是 這個是商界唯一的職務 況且又是有值得利益 為什麼不是商界有更加重要的角色呢 因為我們說很好笑的一副場合 商界在經濟上是沒有責任的 但現在 那麼難道現在商界還有收入活動 管理商場 大聲人等等 是不是全部都交由政府組 因為這樣的話 商界是零責任的 還有各位 更大處理系教授情景場都指出 已經要真正隨緣和起來 必須要以商界為主體政府自應會合 而不唯有商界才能令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連自由港主席立法會 規法零售界點員小家輝都指出 香港可以參考曼谷台北等的城市 夾避商戶自行發揮 提回歷史 曼谷台的事件都是由商戶自行的聚集議程 政府只是提供基本的培通 可以相關基於利益 可以掌握人樓 市民旅客的愛好 自己出動的經濟 隨便成為當地招牌 他們的旅客 就是各位 各位 發言時間 三方兩九秒 無消遲無需逃亡 現在進入自由選擇環節 雙方各有三方的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提供 本人會宣布 另一方成員時間 剛剛可自由派出一位 或多外面發言 而外面員 都必須起本環節發言 如本環節跌出時 在場日子發現 有電權從尾發言 可即場突出 屬實的話 該電權所縮的桿 將被電腦為全盤採取緩分 請向相關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嘗試電腦環節 現在開始 請雙方發出一位電權 首先 剛才有個同學說 商業有這麼大的責任 我想問 商業不想消費 是否負棄了自己的責任 這個方式沒有論正 可能同意商界一定會擁有更多東西從上應驗 想問商界有否自由在哪裏應驗 但現時來 如果商場有很多不同的商界 都會在香港而現在 你當時沒有問題 同意商界的政府 擁有更多東西從上應驗 同意 因為今天 政府根本不是在做生意 而是在幫商家 所以有方同學回答我 你說商家有更大的責任 那它是否會一直留守香港 永遠都不會是其他地方財 我現在先討論香港的例子 既然商界和商界 連它擁有更多東西 他們是否來影響 擁有更多的敏感 有方同意 都說了不是要做不做生意 推動的原因就是 對於誰做生意 有方一定贏 有方一定贏 經政府一定不是做生意的 再問同學一致 如果商家有責任 但又可以背棄自己責任 去其他地方財业 這樣是否有何學問 難度的經濟不是做生意 不是推動的經濟 但這是甚麼 有方同學 今天夜經濟都說要做生意 我想問推動兩項 推動政策是否要做生意 是否要做生意更好 推動政策是否要做生意更好 而是否要做生意更好 就是做生意更好 而你也不明白 所以我們今天要比較 是誰擁有更好 擁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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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誰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們也同意了商界 其實做生意更好 那為何商界推動的活動 不是比政府更好 更加可以推動人流 更加可以推動經濟 所以有方同學 推動公衡政策是否要工人 自己去搬尊 他就有最大責任去推動公衡政策 不是 有方同學 今天草論一下今天的問題 有方同學商界 和政府更加能為他 推動理應有重要的角色 是的 所以有方同學答不到 今天誰做這件事 不代表他有更大的責任 今天起工政策 最大的一定是政府的責任 而不是那幫起工屋的工人 所以有方同學 第二次 是有方同學說的能力 所以有方同學 你覺得做到還是做不到 政府可以給小販去好區區 這不是他的好處 有方同學不要跟我說 極端例子 這些條文是政府負責的 有方同意認同 商界和政府有不同的分工 所有東西都是極端例子 今天有方同學說的極端例子 是不可能出現的極端例子 有方同學說的極端例子 這叫做極端例子 但今天我方真實存在的例子 就是政府特設一個小販 有方同學說的極端例子 這也是極端例子嗎 我們今天要比較 兩方面都做到一層情況下 有方同學答案的問題 同意政府和商界有不同的分工 有方同學想問 是否政府參與的所有東西 都是極端例子 但是如果沒有商會響應 政府一條區 都不能用到 所以為何政府不開頭 這就是極端例子 呢 帶回我的問題 有方同學 你們認同商界和政府 有不同的分工 都說了不同的極端例子 今天政府開頭 不是他不開頭 是他開了頭 是他做了的事 有方同學 起不承認 承不承認 那你才承認 我承認 但是你不承認 如果政府不開頭 就這麼有看 商界如何推動的東西 應該是否 好 我現在再說一次 政府開了頭 這是他做到的主導角色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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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做 其實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政府的資源有限 有方同學 每件事都可以從大陸的資源 請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因為責任說不過去 開頭說不過去 主導角色和責任角色 我方都拿了 最後他問我 就是可不可以長久投入資源 今天商界同樣都不可以長久投入資源 今天商界同樣都不可以長久投入資源 今天商界同樣會退縮 但是政府做了些什麼 他可以給信心給商界 他就是做了一個主導角色 他的政策配合 他去配合 例如他開始示範他 這個問題是他可以做到的事 反而我這樣做不夠 跟我討論未來的時候 你連異國也討論不到 怎樣跟我討論未來 但是開國的投資後商界之外 更加的敏感到 可以帶來整個經濟發展 那你問有方同學 在社會正常股 有沒有任何經濟問題的時候 政府是不是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環境呢 今天自由市場底下 香港仍然是有責任 不代表自由市場不干預 他就沒有責任 責任真的不再討論 有方同學講流力 他有敏感度 所以有方同學 參與度 代不代表人 推動 為甚麼是不代表 因為他有參與 更好推動 又吸引到更多的人 所以說到最後 原來有方同學說的 推動就是參與 所以我剛才說的 公屋政策 會真的讓人在推動 公屋政策 不是 有方同學 現在是他們去吸引 設立活動 去吸引人 又去商量消費 為甚麼他不是在推動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想問你 今天你說他開活動 就是在吸引人 就代表是在推動政策 所以有方同學 在這個政策下 商界如何一直推動 你可否確保每個商場 未來都會有自己的活動 這才會推動 持續性 有方同學 今天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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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毛蘿羅 很教授 我質疑叫推動這兩個字 想問問是否所有面題 推動兩個字 一定是政府最大戰 毛蘿 因為是否一定是政府最大戰 因為毛蘿羅 不是商界 叫人消費 去做不同的活動 這不是叫做推動 那甚麼叫做推動 還有我跟他說 未來他們一定會做 但我們提出資料 新的旗下的商場 都有做一些消費 飲食和一些優惠 所以這些例子證 要跟我們說 商界未來都會做 況且 今天新郎警察的商場 都跟我們說 其實晚市 是跟他們商場的營業壓 的三分之一 可見 這已經是對他們的重要性 所以 不要再跟我說 他們以後會做 各位 快點 在香港 暫時 對場 在北京 次在北京 、北京 像是 三越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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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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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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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